家里的旧土如何改良才能十年疏松 而且透气 最重要是不烂根 其实关键还是它 大家好 我是佛山阿花匠 自从九月份开始 到现在我家的土阳改良 已经接近了尾声 大部分的花本都升级了花土 以及改良了土阳 之前有朋友发信息过来问我 家里土阳板结怎么处理 家里的旧土如何修理 老实跟大家说 我养花 从刚刚开始的第一年开始 我就一直在配土 尤其是秋天 最后我觉得改良土阳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只需要往里面加入一样东西 这土阳就会变得疏松 而且透气 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您想象的 什么阳分 骨壳骨痕都不是 这些都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并不是最好的 最关键的一步应该是它 大家看 这就是我配好的土阳 但是这一步没有完全做好 这里加了很多的东西 包括养分 骨痕 甚至往里面加入了不少的智食 这些都加进去的 所以这个土阳摸上去是很松软 你看 一桌是掉下来 当然这里有板值60左右 是我家的旧土 是一些比较板结的土 配完之后 你看这么疏松 是不是很爽 看到这样的土阳你是不是很满足 但是对我来说 少了一步 这个土阳还不能拿来使用 而这一步刚好我家用完了 所以我是只能暂停了整个配土 那什么样的东西比羊分还要好 比骨壳骨痕还要好 这个东西就是松树皮了 看看这一箱已经配好的土阳 这个土阳已经配好了 是我家的用瓷砖制作的花菜瓷 这个土阳已经配好有一段时间了 给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砖块移开 你看 这土阳里面加了很多大块的松树皮在里面 这松树皮最好是发酵好的 当然秋冬季节你选择那些没有发酵好的松树皮也可以 甚至我们去山上去自己收集回来的松树皮都可以 只要有了这个松树皮在那里面 另外土阳是很疏松的 本来土阳就很疏松 为什么一定要加这个松树皮 其实有几个很关键的原因 土阳蓝莓的朋友就知道 为什么要在网盆土里面加入足够量的松树皮 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松树皮是酸性的 它会持续不断的保持整个土阳的微微酸性 这也是花盆种植很多朋友出问题的原因 很多朋友养花总是问我为什么 其实就是酸碱没有调好 但是只要往里面加入一点量的松树皮 你的土阳绝对会保持一个非常不错的微微的酸 这样子无论你养什么植物都养得好 当然碱性的植物除不外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大颗粒的松树皮 它不容易被分解 甚至三五年之内 它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颗粒状 而这样的颗粒状就可以让我们的土阳保持很好的疏松以及透气 因为颗粒足够的大 所以平时我们只要一碰这个土阳就会散掉 这就是大颗粒的好处 那为什么不爽鹅卵石呢 快点的一些比较大颗粒 甚至桃球原来很简单 松树皮可以被分解 但是桃球鹅卵石不能被分解 这就是我为什么爽松树皮的原因 第三个就是我们松树皮拥有不错的饱水饱肥能力 虽然它比不上椰康 比不上其他的材料 但是它本身的饱水饱饱肥能力非常的不错 有了充足的松树皮在土壤里面 您那个植物可以长更长时间的不给它浇水都可以 另外第四个松树皮拥有不错的杀菌能力 养花最怕的是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细菌问题但是有松树皮的花盆里面不容易有虫子也不容易有细菌 所以呢我在家里的我实际在配图是一定要往土里面加入足够量的松树皮 那到底松树皮要加多少基本上家里的我在家呢 如果养一些非常洗酸的时候我是10% 但是如果一些不怎么洗酸的时候我是6%到8% 那我们在购买松树皮的时候快点去挖那个松树皮回来的时候最好一个就是把它拿回家最好去做一个简单的发酵 发酵来拿清水浸泡完之后翻在角落里面就可以了 基本上发酵几个月之后您的盆土这个松树皮就可以拿来用了 您看我这颗葡萄里面就放了很多的松树皮 当然这个颗粒就没那么大 但是只要放了松树皮的花盆那土壤是很疏松的 我压根不需要担心植物会出现土壤板结或者烂根的问题 我来说像羊粪 鸡粪 硫粪 等等这些粪壤 我觉得是可以替代的 比如桃球或者是其他材料也可以替代的 还有骨壳 骨康 大壳碳 泥碳土等等这些都可以替代 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不能替代松树皮 只要花盆里面放了松树皮 土壤都是疏松透气 而且透水透肥 饱水饱肥的 但是如果缺乏这个 您有可能出现一个事情就是 即使是现在我这个土那么疏松 三年之后它也会变成慢慢变得越来越板结 因为里面的材料被彻底分解 但是只要有松树皮 松树皮是不容易被分解 你会发现整个土壤即使三五年甚至十年都不容易出现板结的问题 我们甚至不需要担心植物长时间的闷根烂根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养花 如果您在家还在配土的话 一定要学会往土里面加有足够的松树皮 您会发现原来养花可以这么的清新 好了 今天我们说到这里 我是佛沙花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